如果老師您覺得你們家裡面啊 想要有那個庭院的感覺 那你想要做個那個石頭的路啊 你用這個就可以做的 用剛剛那個房間啊 就是地板 因為你可以再疊一層 你看喔 假設我有一條從這邊穿過去好了 我就畫一下 疊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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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先不要管它 我就這一條路走過去 我先畫一個 然後再把它的這個路線 有沒有這樣畫出來 我就畫那個 一條線條的外緣嘛 對 我就點一下 中間會變那個 你先不要理它 好 點一下 點一下 請問那條路線有沒有出來了 有了齁 好 我如果到這裡 這樣是不是就結束了 好 那如果呢 你還沒有把它停止的 你按鍵盤上的ESC也可以 或滑鼠右鍵點兩下也OK 你看我鍵盤上的ESC 這樣有沒有就結束了 好 回到 是不是要回到箭頭 那我就點兩下咯 你要找文底對不對 我們這次不要吵了 我要什麼 蛤 石頭可以嗎 九頭 哦 你看 地板的 有沒有 你要哪一塊呢 這種的可以嗎 古堡的 老是怎麼都有歐洲城堡的名詩 哈哈 這樣有沒有了 啊有沒有就把這個填進去了 對不對 嘿 然後呢 你要水池 哈哈 要水池的話怎麼辦 自己去找 你也可以有那個 所以 如果你要找一些石頭啊 我們就可以找找 這邊我就可以在中中樹啊 好 那你在下面的話 你就滑鼠滾輪往後退 或者按住滾輪 往後拖曳也可以 這樣速度比較快 有沒有這樣就一條了 就有感覺了嗎 嘿 所以 所以真的齁 可以自己試看看喔 等一下這個做好了 我們再來看建築物裡面 我們要怎麼用喔 蛤 圍牆 喔喔 老師這麼快就要圍牆 你要哪一塊的圍牆 這塊的圍裡 還是要這塊的圍裡 它有很多 你看我找這個 你找柵欄的柵 一個 對不對 你找欄杆的欄 就很多 欄杆 有沒有發現有很多欄杆 對不對 不一定一定在戶外那個類別喔 所以我還是建議各位 你可以提到全部 好 這樣你就可以找到更多 那如果你要這種柵欄呢 你就把它多溢出來 這樣這裡就有一個柵欄了 有沒有 請問它多個怎麼辦 複製貼上 複製貼上 是一種方法 這樣子 Ctrl加C Ctrl加V 有沒有多一個 這樣子多一個 可是這樣有點小缺點 你要不要每次再對習一下 好像要齁 所以 我通常都用偷懶的耶 我放大一點點 欸 老師你要把這個視窗放大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這個加跟減 不過通常我都偷懶 我都這樣 這樣有沒有放大比較自然一點 問一下老師 請問網頁的姿態強 你要怎麼放大 蛤 如果 是不是Ctrl加什麼 加滾輪喔 對 Ctrl加滾輪 這樣有沒有放大一點 對啦 所以跟你用的習慣一樣的 不要懷疑 蛤 所以您在這邊 Ctrl加滾輪 有沒有大一點 這樣就比較容易看喔 好 你看 我偷懶的喔 我 先 找到它對不對 Ctrl 我按Shift 按住Shift 欸等一下 按住Ctrl 一拉 有沒有多一個加號 按住Ctrl鍵一拉 是不是多一個加號 這樣是不是又產生一個 但是 如果你希望它水平的移動 或垂直移動 我會再加按Shift 這樣有沒有吸住了 我按住Ctrl是複製 但是加Ctrl加Shift 會複製又是水平複製 或是垂直複製 這樣有沒有清楚 好 所以1變2 請問可不可以2變4 4 這樣有沒有出來了 然後呢 4就可以變了嗎 8 所以 這一套軟體 原來也可以來玩數學 呵呵呵呵 對對對 Ctrl是複製啦 Ctrl 你拖一這個物件就是複製 但是 因為我這樣是水平 或是垂直的 我就加按序的 這樣是不是就比較快了 好 好那給老師試看看囉 所以說看老師 你要怎麼做 這個軟體 基本上不會太難 你有沒有發現 你都在2D裡面在完成 3D就是 它馬上就會顯示給你看 好那等一下 我們會看看說 那開始啊 你的房子啦 家具啦 要怎麼做 然後最後要怎麼做輸出 甚至你要怎麼做動畫